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曾大屋 它就是香港保存最原本的客家圍村之一 該村就由曾冠晚用了二十年建成 用了很多大麻石、青磚和木材 有介紹就說在車工廟站步行 但是我發覺在這個沙田圍站步行十至十五分鐘就到 相對來說比較近一點 以現在香港三至四房已經說是一間大屋 如果有九十九間房 就真是很大的超級大屋 大屋石面上的長征萬福 其實就是出自張玉堂的權書 無論是九龍城寨、石礦場和曾大屋 都構建了過去的一段歷史 曾冠晚的法績其實都是石礦場起家的 大屋外的一貫細居 除了說是客家人追求穩定生活外 其實還充滿了中國文化的氣息 出自論語孔子的吳道爾一貫之 另外它的中樹堂也是曾子的 這裏就是曾大屋前面的草地 它其實是坐落在獅子山下 本山面海的 但是你可能會很奇怪 為什麼沒有這個風水池或者風水林呢 其實可能就是城市的發展 變成了舊的護城河 填平了 但是你看看後面還有小山丘和樹林的 緊約還有一些先日的夢月 最後就是這個獅子山 那後面就可以遊樂場上面 其實就是團馬線的高架橋來的 那前面就有個牌 就用中文、英文和日文 介紹了曾大屋 那我就沿著這條小路進去的 那我都是第一次走進去 其實都有點驚訝 為什麼這麼多車 以為自己去了停車場 那和一般去歷史那些文物 那樓建築物其實很大分別的 因為一般都是每個人住 或者每個人用的 只是只擺放給你看 但是曾大屋真的很不同 它是還有人住 所以覺得很特別 那在樓門前網呢 其實有三個門的 那其中一個小的門 就是安府 那其實它也很高的 成三層樓高 那又是用了大馬石建成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門口位 真是超級闊落 隨時做一個 兩人單位都沒有問題 那還是很傳統的 屋頂是用了這個木 和這個瓦磚 門中有門 其實都很有層次感的 曾大屋令我最深刻印象的 其實是 還有人居住 作為一個百多年歷史的 建築物 除了說它很堅固耐用之外 就是還有生活的氣息 就是還有生氣 就如這個城牆上的小草 繼續努力生活著 那內場呢 其實有不同層次的 那看上去就比較矮 那也都非常闊落的 那最特別 其實就是兩端 還有這個水井 那在這裡有一個 啊 市木盡頭 紅色門 附近也都有一個 哇 真的很闊落 也都看到這個藍天 陽光一點都不奢侈 後面就現代的建築物 其實都很特別 挺大的對比 那看到它的屋頂和一些地方 應該就在修緝中的 或者翻身後另一個景象 那牆壁上雖然殘舊 但是也都看到有些壁畫的 寓意就吉祥啦 也都很多電線啦 那兩邊的門其實有人住 那也都掛了些牌 叫人家遊人自捕的 我們主要其實是參觀這個大巷 還有兩邊大門 還有這個中樹堂 其實傳統的圍村屋 或者四合院式的中國式建築 都很有講究的 那通常就很多的這個對稱啦 講究的是平衡啦 大家看到的都是相當高 差不多是兩層樓 那上面其實還有一層角樓的 那一般就會在這個地下住啦 如果上面就擺雜物的 那變成可以冬暖夏略 當然如果地方不夠的話 還可以用來住也沒有問題的 那在榮珠門那邊就看到比較新的翻身啦 還有搭了棚架 那應該就收集中 傳統的中國農村前面 其實都有一塊空地的 那它的作用就不是用來做停車場啦 那主要是用來曬些穀物方便收藏的 那我們現在看的就是正門啦 那大家都看到是很厚的這個大麻石 還有非常厚重的這個大鐵門 是紅色但是有少少山壽 但是看到那個石都很厚啊 起碼是有兩米的城牆 只是那個城牆而已 而一進去就是中樹堂了 也就是它的祠堂 還有大廳 那大家看到其實那個石呢 是由大門慢慢延伸 去到這個祠堂的 那地下的麻石啦 這些 雖然經歷了百多年啦 但是看到屋蟬下那個橫梁雕花 其實還在那裡的 只不過是脫了色隻或者脫了七 而屋蟬旁也都看到 看到後期加的經過那些加固件 看到有些居住的還在那裡 在那裡的衣服 再看回前面這個門 其實有些灰索都脫了的 中樹堂的大門就是用了傳統的木門 還有這個門山 門山比較特別 是用那些木條 這樣靠好像現在的那些 江閘啊等等的 比較少見一點 通常是越以殘片 傳統的大屋才有的 在門口看回出這個大門 而門的後面呢 兩邊分別放了兩隻 這個傳統的風車 就是收割這個穀物 然後用的 再進去就是天井 和這個中樹堂 天井的設計 其實在傳統的屋 就很常見的 方便採光 和通風 排水 和通風 看到兩側的這個 箱房其實都比較殘舊 門上面還有一個小角樓 屋頂也都掌滿了這個植物 還有很多電線 雖然有些雜亂無髒的感覺 有帶點凌亂 但其實是開心的 因為證明這間屋 還有人居住 還有人去維修 那可能是最好的保育 來的 因為舊屋 其實 所以就算多麼硬正 其實總會有漏水 或者一些木 在這個枯位 或者好像類似山竹 或者大的颱風 總會把雅片吹掉 大家可以看到旁邊 兩邊的箱房 或者就算門頂 都有一些小角樓 但其實這個廳 是最高最大的 因為是一層過 就等於差不多是兩層樓 兩三層樓 那麼高 這個就是中樹堂 在大廳掛著的是 增冠萬 和他母親諸氏的遺像 而下面就是 他七十一大壽的壽瓶 這個壽瓶 這個壽瓶 除了說是文人雅士 去書寫和讚寫之外 其實原來是一塊 木雕刻而成的 所以都很珍貴 那再進去 還有一個天井 這個應該就是三峻 那就是祠堂 看到他們點左花燈 應該有人 有小朋友出生 跟傳統圍村 最大的不同 就是傳統圍村 是用一些巷去做中族 那他就用了這個 三峻式的廳堂 而兩側各年兩排的環屋 那就俗稱這個三峻四環架局 中樹堂可以說是增大屋的中心 那就是一般的祭祀 和宇士 重要的決定都在中樹堂應該是做的了 而居住在兩側的都是應該是一些比較親的族人 或者長輩的 增大屋作為昔日的豪宅 今天的民居 現在在增大屋居住的 其實很多都未必是姓曾的 亦都多了很多外姓人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個 有些流雨色的名句 舊時王者唐前嫣 今日尋上百姓家 其實在二次大戰後 都很多曾氏族人出浮 去到很多外國 已經各山東西 或者叫開枝山葉 但是很多其實原居民還居住的 亦都保留著傳統的客家文化 習俗 例如他們會自製臘腸 臘肉 或者鹹菜 亦都有藍丁出生 亦都會點這個花燈 又有傳統的圍村盆菜 如果有人認識 或者住在這個增大屋 其實你都可以訪問一下他 或者叫他分享一下 在搜集資料裏 其實除了很多傳奇之外 其實亦都有這個 有血有淚的 特別在日軍侵華期間 曾大屋其實都遭到破壞 根據有些年長的村民益術 親眼看著日軍的暴行 燒毀了大屋的中門 還有不少的婦女被奸殺 所以曾大屋某程度都見證了這個 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日子 對我而言 其實親大屋聽了很多年 但是真的沒有 很有動力去看或者去認識 可能本身只可以 我也是一個鄉下仔 對於圍村其實都可謂熟悉的 其實 其實年頭自從去了這個九龍城寨公園 聽了看回歷史 還有張玉堂將軍的密保 原來建於這個曾大樂 所以就增加了我的興趣 最近都沒有空 所以你趕過來走 mall 走走到去 大家有時光 其實都可以逛逛的 感受一些 trabajar waste towns中國的、客家文化 或大家可以 presupues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